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山坡上 牧羊骑着马 原本以为我们是一根腾上的两个瓜 挖手的落泥却落进窗外的环环 在街里是你还是那头黑的头发 只是眼里长不住你想对我说的话 我说等我出家的那天就让你送我吧 你点点头不说话眼里就留过年假 把我从梦中惊醒的诗隐情的缩纳 跟该隐情的人却变成送进的傻瓜 手里风着山上的野花 骑着孤独的马 你打开直窗对我说 送到这里吧 我说到这里吧 我说到这里吧 你点点头发烈 收听到这里吧 当大后你没有告别 匆匆离开了家 而我还在那山坡上 牧羊骑着马 原本以为我们是一根藤上的两颗花 花手提落泥却落尽窗外的缓缓 再见你是你还是那头暮黑的头发 只是眼里长不住你想对我说的话 我说等我出嫁的那天就让你送我吧 一点点头不说话眼里就留过年假 把我从梦中惊醒这是隐情的说 分开疫情的人却变成纵情的傻瓜 手里奔着山上的椰花骑着孤独的忙 你打开枝窗对我说送到这里吧 再见你是你还是那头暮黑的头发 只是眼里长不住你想对我说的话 我说等我出嫁的那天就让你送我吧 你一点点头不说话眼里就留过年假 把我从梦中惊醒这是隐情的说难 本该隐情的人却变成纵情的傻瓜 你打开枝窗 你打开枝窗对我说送到这里吧 我先不知道大家 我先读过 het 感谢观看